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午餐时间 有股友就问这个VIS 他就问0.70是不是一个好的买点 这样我们就来看看下 首先他现在的股价是0.675 正在备注这个灰色线 蓝色线跟紫色线压注 而他的POC就是这边 也是很多套牢盘 基本上他就是全部正在被套牢盘压注 他只是刚刚好现在呢 被这个200天均线守住罢了 0.7就是这个紫色线 老实说 如果真的是要进场的话 要安全的话 最少都要等他突破这个 灰色线也就是0.75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买点 突破0.75之后 这边整个呢 都是变成的支撑盘 这样就有机会 去买上涨 如果是0.7的话 是这边嘛 这边还有很多套牢盘 但在压注他 这个就不是很好 另外就是支撑是200天均线 如果他跌破200天均线 0.665 这个是一个卖主讯号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谢谢大家